据朝中社9月19日报道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志 结束对俄罗斯的访问 呈专列返回了朝鲜境内 此次金正恩访俄期间的一举一动 引发了国际社会不小的关注 朝鲜作为俄罗斯最亲密 且没有之一的盟友 在此次俄乌冲突中 坚定支持俄罗斯 再结合普京对金正恩访问形成的安排 外界普遍认为 朝俄两国的军事合作和武器交易 将会进入更深的层次 前不久 纽约时报曾披露过一则消息 俄乌战场上 俄军的弹药消耗量是十分巨大的 仅155毫米口径的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双方在这方面谈妥 一方面可以对朝鲜摆脱美韩的监控大有好处 另一方面 俄罗斯可以利用其在航天领域的优势 帮助朝鲜建立起卫星通讯能力 此外 俄方还以极高的规格安排金正恩参观了 俄式苏35战斗机的生产线 并十分罕见地向其展示了苏57战斗机 图160战略轰炸机 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等一批最先进的俄式装备 考虑到俄军对地面炮火需求的迫切性 以及苏35等俄式战机目前销量惨淡的近况 俄罗斯可能是想与朝鲜在战机交易上做点买卖 如果朝鲜方面未来获得一批苏35 或者更先进的俄式战机 将对朝鲜空军实力提升有很大的帮助 即使空战性能 无法与韩国手中那些F35战斗机相抗衡 但到了战时 依旧会使对手不得不重视朝鲜空军所带来的威胁 这样一来 俄罗斯解决了俄乌前线弹药供应吃紧的问题 收获铁杆盟友的同时还做成了买卖 朝鲜有了俄罗斯在航空航天领域的支持 在东亚怪物房里腰杆也更硬了 双方可以说是各取所需 皆大欢喜 不过 善于通过地区紧张局势获利 在大国面前玩均衡战略的朝鲜 还是在双方的关系地位上做到了不卑不亢 以至于金正恩与普京会谈的时候 我们甚至都有点分不清 谁的气场更大 近日 据外媒消息 乌克兰军队使用风暴阴影巡航导弹 攻击了俄黑海舰队驻地 塞瓦斯托波尔的一处干船物 摧毁了俄海军一艘775型坦克登陆舰 和一艘击落级常规潜艇 遭到袭击后 俄罗斯国防部第一时间表示 两艘舰艇只是轻微受损 修复后将重新投入使用 然而 美国社交媒体公布出俄海军潜艇遭袭后的照片 却又一次打了俄罗斯国防部的脸 这艘被导弹击中的常规潜艇 名为顿河畔罗斯托夫号 于2014年服役 是俄黑海舰队6艘最先进的636.3型潜艇之一 曾参加过对叙利亚的军事行动 俄乌冲突爆发后 该艇也曾多次发射口径巡航导弹 打击乌克兰的目标 636.3型潜艇 由俄罗斯红宝石中央海事设计局研发 基于基洛基877型 和636型常规潜艇的第三代改进版 该型潜艇长73.8米 宽9.9米 水下排水量4000吨 航速达20节 最大前身约300米 最大续航力45天 艇员编制为52人 636.3型潜艇 可装备18枚重型鱼雷 和8枚口径巡航导弹 俄海军自称 这种潜艇的噪声强度 接近海洋背景噪声 因此被认为是目前静音性 最好的潜艇之一 从乌克兰风暴阴影巡航导弹 打击效果来看 俄海军顿河畔罗斯托夫号潜艇 这回怕是够呛了 舰首上方和舰体中部 有两处很大的开放性窗口 损伤非常严重 要不是在船物维护状态中 暂时卸下了导弹和鱼雷 这艘潜艇 怕是早已经一飞冲天了 636.3型常规潜艇 采用的是苏式潜艇经典的双壳体设计 外层轻至壳体上面 铺设销声瓦 水流可以自由进入 内层才是真正的耐压壳体 我们都知道潜艇下潜的越深 其承受的海水压力则越大 因此 耐压壳体的结构强度 对整艘潜艇的安全性至关重要 无论是壳体材质 还是焊接技术 都有极高的要求 英国提供给乌克兰的 风暴阴影巡航导弹 配备有轻撤式战斗部 在艇身上开的两个大窟窿 已经损伤到耐压壳体 如果要维修 估计只能将受损部分的艇体 全部切割进行整体更换 以确保整艘潜艇的结构强度 不出问题 同时 考虑到受损情况 估计潜艇内部设备 也可能已经遭到 不同程度的损坏 这么大的维修工作量 不亚于再建造一艘 全新的潜艇 综合考虑 估计俄海军 这艘受损严重的 636.3型潜艇 顿河畔罗斯托夫号 大概率是要退出战斗序列了 开战至今 俄黑海舰队 11000吨的旗舰 莫斯科号巡洋舰 4000吨级的 奥尔斯克号登陆舰 1600吨级的 瓦西里贝克号 武装托船 先后被击沉 宁斯克号登陆舰 马卡罗夫号护卫舰 以及其他舰艇 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 已经让实力 本就不强的 俄黑海舰队 元气大伤 再加上这艘 主力之一的常规潜艇 真是进一步雪上加霜 这段时间 乌克兰像是发现了 黑海舰队的致命弱点 无人机 无人艇 各种火力 都集中了过来 估计在特别军事行动 结束之前 这支倒霉的舰队 都不会有好日子过了 当地时间 9月19日 准备已久的 阿塞拜疆军队 以反恐行动为名 忽然从多个方向 对纳卡地区 发动了进攻 据外媒报道 阿塞拜将军队 使用大口径火炮 猛轰纳卡地区的首辅 斯杰潘纳克特 截止目前 阿国防部对外宣布 反恐行动 第一阶段的任务 已经基本达成 在当地 俄罗斯维和部队的调停下 阿军已暂停军事行动 停火条件包括 当地的亚美尼亚军队 和非法军事力量 完全解除武装 我们之前曾分析过 2020年的 纳卡地区冲突 阿塞拜疆虽然获得了胜利 但赢得并不彻底 阿军本来有机会 攻占纳卡地区的首辅 斯杰潘纳克特 结果却被 俄罗斯军队出手阻拦 为亚美尼亚 保留了最后的颜面 这也让阿塞拜疆 如梗在喉 势必要寻求机会 将纳卡地区的 亚美尼亚势力 全部驱逐出去 如今俄罗斯正与乌克兰打的不可开交 对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力大幅下降 机会来了 阿塞拜疆出手了 反观亚美尼亚方面的反应 却让人大跌眼镜 冲突爆发后 亚美尼亚总理帕西尼扬对外表示 亚方自2021年8月以来 就没有在纳卡地区 派驻武装部队 纳卡地区已经归属阿塞拜疆 亚阿之间并没有处于战争状态 此外他还表示 正是因为俄罗斯才导致目前纳卡局势突变 话里话外的意思就三个字 认怂了 对于帕西尼扬的表态 亚美尼亚国内出现了反对声浪 部分参加过前几次冲突的老兵 聚集到总理府门前讨要说法 结果却被防暴警察驱散 事实上 亚美尼亚政府之所以选择摆烂 很大程度上是认识到了当前的差距 2020年的纳卡冲突结束后 双方都遭到较大损失 但随后的军力重建上 亚美尼亚军队已经落到了 阿塞拜将军队后面 不仅装备和部队没有补权 而且对上次给亚美尼亚造成 惨重伤亡的无人机 依然没有找到任何应对措施 相比之下 阿塞拜将军队则秘密整军备战 继续从土耳其和以色列 进口无人机 巡飞弹 战术导弹等新式武器 从目前的军力对比来看 如果没有外部势力介入 阿塞拜将军队获胜 几乎没什么悬念 亚美尼亚政府深知 亚阿之间一旦进入冲突状态 阿塞拜将势必会找借口 打穿亚美尼亚国土南部 将阿塞拜将本土与纳西切万连起来 到那时 对亚美尼亚来说 堪称是巨大的灾难 现在咬死不承认 亚阿处于武装冲突状态 无非是不想给对方 进一步扩大战争的绥靖政策 从目前的态势看 亚美尼亚已经放弃了纳卡地区 公开指责俄罗斯 对纳卡地区的动荡负有责任 则是为自己全面倒向美国做个铺垫 今年5月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曾撮合亚阿外长 搞了一次三方会谈 估计当时亚美尼亚 就已经想好要抛弃俄罗斯 抱住美国这条大腿了 只是亚美尼亚对美国的战略价值 能否超过土耳其和阿塞拜疆这对组合 就不得而知了 总而言之 亚阿双方的领导阶层 一个教权派思维浓重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另一个完全把自己的命运 寄托到外部势力身上 缺乏勇气和魄力 双方一轮又一轮的流血冲突 也没有什么正义可言 最终受苦受难的 还是双方无辜的百姓 近日 据美国1945军事网站的消息 在本月举行的美国海军研究学会会议上 由海岸警卫队官员提出 美国海军应该将现役的哨兵级巡逻舵艇 改装成导弹快艇 这种导弹艇 平时可以混迹于西太平洋海域的大量商船中 一旦中美之间发生冲突 这些导弹快艇就可以一拥而上 将中国海军堵在第一岛链内 为美军太平洋司令部集结兵力 争取时间 消息一出 广大军迷立刻来了兴趣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海上狼群战术吗 该战术的本质是使用小型导弹快艇 组成战斗群 以突然袭击的方式 对敌方水面舰艇编队进行急火式攻击 从而达到干扰敌方舰队快速机动 杀伤舰艇的作战目的 海上狼群战术曾在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 由埃及海军发扬光大 1967年10月22日 以色列海军的埃拉特号驱逐舰 在西奈半岛附近海域巡逻时 遭到埃及海军的文字极导弹艇围攻 被明河反舰导弹击沉 几十吨的小艇干翻上千吨的战舰 这次作战行动为第三世界国家 抵御强国海军提供了参考 中国海军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也曾以这种小型导弹快艇为主力之一 毕竟当时我国海军的实力确实不强 大量装备导弹艇运用海上狼群战术 牵制强大的敌人 成为了不得不重视的课题 因此美国海军提出 要用海上狼群战术来对付我们 确实有些难以置信 搞得网友一时间竟分不清 谁才是海上列强 事实上将中国海军围堵在岛链内的作战构想 最初是由美国海军的滨海战斗舰来负责执行 但是随着中国海军大批054A、052D 以及055等驱护舰的服役 再加上我军反舰作战体系的逐步完善 美国海军即使派出主力舰队 也难以全方位压制 更何况 几艘吨位小火力弱的近海舰艇 在咱们的052D和055型驱逐舰面前 大概率要成为靶船 滨海战斗舰已经成为鸡肋 况且这种舰艇造价也不便宜 美国海军又死抱着反介入 以及区域拒止的幻想不放 因此 这种造价便宜的小型导弹快艇 似乎成为了一个最优解 根据设想美国海军如果秘密在第一岛链附近部署大量导弹快艇 让其携带NSM反舰导弹 再依托美军在附近岛屿上的反舰火力 应该能够持至中国海军突破第一岛链的速度 从而为第二岛链上的关岛基地 塞班岛基地 以及天宁岛基地 组织海空力量反击赢得时间 考虑到小型导弹艇的航程 这明显是一种被动防御策略 暂且不论这招管不管用 真到了战时 中国海军能否配合美军煞费苦心搞出的剧本 还是个未知数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 中美海军的实力差距正在进一步缩小 中国海军的规模和发展势头 越来越让美国海军坐立不安 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美国智库针对中国海军提出新的作战策略 也表明美军所谓的导链封锁体系 已经不再坚不可摧 9月25日是中国海军首艘航空母舰辽宁舰 入列11周年纪念日 趁着周末 辽宁舰为9月份过生日的舰员们 举行了集体生日会 大家跟心爱的航母共同庆生 今年3月份 辽宁舰曾返回大连造船厂 进行系统性大修 这次维护持续了半年时间 再结合此前的经历 不少西方媒体宣称 这艘航母最多还能再服役10年 那么辽宁舰真的仅剩这点寿命了吗 一般而言 普通船舶的寿命差不多为30年左右 像航空母舰这种 采用优质特种钢材建造的大型军舰 可以撑到50年 甚至更久也没问题 航母的舰体要先于其他部分舰程 最先下水 因此西方评估一艘航母的使用时间 都是从下水时间开始算 众所周知 辽宁舰的前身瓦良格号 于1988年下水 截止到苏联解体 这艘航母的建造进度 完成了不到68% 如果这样算 辽宁舰下水至今 已经有35年时间了 理论上讲 以50年的服役器械来看 辽宁舰在舰陵上 确实不容乐观 但事实上 我国在购买瓦良格号之前 经过全面检测后发现 虽然其舰体表面 看上去已经秀气斑斑 但是整体结构完好无损 特别是钢材方面的质量 甚至比当年我国生产的 新钢材还要优质 耐腐蚀程度远远好于预期 说到这儿 不得不探服前苏联优质的 钢材锻造工艺 当年对瓦良格号 进行续舰的时候 该舰的主船体和上层建筑 基本完好 严格来说 不能被称为二手航母 而是一艘下水未完工的航母 虽然瓦良格号下水很早 但是却并没有投入使用 金属疲劳程度 远远低于同期的 库茨涅佐夫号 而且 虽然续舰完成的 辽宁舰官方数据显示 满载状态下 能搭载24架 殿15舰载机和16架直升机 但是在实际使用中 几乎从未让辽宁舰满载出航 减轻航母的负担 无疑是为了延长其服役时间 中国海军对辽宁舰的定位非常准确 就是利用其培养出更多的舰载级飞行员 和地勤人员 不到万不得已 不会轻易投入实战 更何况 一艘军舰服役时间的长短 不光受舰体结构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 舰上航电系统 动力系统 武器系统等方面 更新换代的频率 辽宁舰的舰体虽然下水30多年了 但舰上相关设备和各种系统 是来到我国后才开始安装的 所以说 辽宁舰的服役周期 应该从2012年入列开始算起 再加上中国海军细心的照顾 和几次系统性的维护保养 辽宁舰在目前的状态下 再服役20年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话说回来 即使辽宁舰真到了退役那天 它的命运也不会像美国航母那样 被拆解卖废铁 作为新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 功勋卓著的辽宁舰 大概率会被改造成一座军舰博物馆 到那时 它已经不单单是一艘退役航母 而是中国海军 百年发展历程的见证 好 好